今天家里的老表带来一条黑鱼 据说从河里钓上来 纯野生的 来了以后他直接进厨房 说要给我展示他的厨艺 做一道酸菜鱼让我尝尝 大家看一下这条是不是纯野生的黑鱼 这个时候老表给黑鱼进行切片 鱼片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他用流动水给它进行冲洗 他说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洗掉里面的血水 让鱼片更白 老表把鱼骨头也剁了一下 他说要放到酸菜鱼里面一起烧 酸菜也是老表从家里带过来的 洗干净后切碎放入碗中 还准备了适量生姜和大蒜头 从中间切开放入碗中 这边还切了一点野生椒放入碗中 野生椒的水也倒了一点 这里的鱼片冲洗到发白的时候 他把鱼片捞出来了 往里面加了半勺盐 还加了一点点小苏打 加了两滴二锅头 老表用他的左手给他进行来回抓拌 把鱼片搅到这种有点发黏的时候 老表往里面加了一点点鸡蛋清 他说加了鸡蛋清能让鱼片更加洁白而且滑嫩 简单抓拌过后他又往里面加了一点点生粉 生粉的目的呢主要是给鱼片包裹上浆锁住水分 到这里鱼片的上浆就处理好了 捞出放入一个碗中往里面加了一点点清油 点火起锅开始烹饪了 锅里并没有放油 把这个酸菜直接倒入锅中 我想呢他应该是把酸菜的水分炒干 然后盛出来了 重新起火热锅加入一勺猪油 放入准备好的生姜和大蒜头 然后放入鱼骨头 给他煎到两面有一点微微金黄 下入野山椒 然后倒入刚才炒过的酸菜 保持最大火力给他进行翻炒 紧接着往里面加入长姜水 他说了一定要用开水 冷水不行 加了半勺盐增加底味 一勺味精一勺鸡精 又加了适量白醋增加酸爽的口感 然后往里面倒入适量胡椒粉 烧开煮了两分钟左右 他把酸菜捞出来放入盆里了 然后老表把腌好的鱼片倒入汤里面 把这个鱼片给他煮熟 用勺子撇去表面的浮沫 好了差不多可以出锅 倒入这个盆里面 这个时候老表抓了一把紫然粉 往鱼片上面撒 还搞了一层蒜末撒在上面 再来一层葱花 由于我们家里有小朋友 甘蕾椒并不是放的特别多 还来一点花椒 最后用肉油往上面一泼 这个香味就完全激发出来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条 是不是正宗的野生黑鱼 老表做的这道酸菜鱼又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给出您最中肯的答案 就这么说了 有关系的 不过呢 我们下方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如果下方的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